有91年跟92年的那個樂透才的開獎 那每一期的話總共開出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7個號碼 那底下的話這一期兩期 總共的話 91年有99期 Ctrl向下 總共100 那所以就是99 扣掉藍位名稱 所以有99期 然後192年的話呢 是Ctrl向下 他到105所以104期 一次也是 7總共6個加一個7個號碼 所以呢我們比較快的方法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範圍裡面 把它整個選起來 Ctrl向下 那我的習慣是把這個名稱稍微定義一下 你可以直接從這個窗口定義叫 開獎91 或者直接在這個公式裡面有個定義名稱 你這邊叫做開獎91也可以 我習慣這邊 因為 像少打兩個字 開獎91 OK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打在這裡 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這兩個結果都一樣 按確定 好 這邊的這個範圍叫開獎91 所以以後你只要按F3 快速鍵F3 就可以引用到這個範圍了 OK 92年也是一樣 選取之後 Ctrl去不向下 這個範圍 整個選起來 那定義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開獎92好了 就是92年的開獎記錄 那你按個確定 那以後的話你按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會開獎91跟92 對應到的範圍他會告訴你 這個範圍 記得範圍不要選錯 開獎一次6加1 6加1 等於7個號碼 OK 那我們要怎麼統計 他的那個出現的機率 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 這個 計算的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統計類的 這個在統計 統計什麼 出現的次數 那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叫countif C 開頭的 count count 就是計算幾個 一幅是邏輯 如果 OK 那這個地方剛好其實它是兩個函數 所構成 一個是count 幫我算 一幅是如果是1號的話 那邏輯 我們大概知道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他函數其實就問答式了 問你說 Range Range指的是 你要在哪一個範圍裡面 找什麼 號碼 那我當然第一個f3 請你幫我在開獎91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就剛剛我們選的 那麼多號碼 一期就是7個 那總共997 在裡面幫我找喔 所以呢 開獎91 他會幫你列在這裡 其實他會用這個方式 一個豆點一個一個 全部穿在這裡 那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找 條件 什麼條件呢 如果是1號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如果 這裡面是1號 他就幫你加1 1號就幫你 不是的話就0 不是不是都0 如果是 1的話呢 他幫你就加1 有點像是一個 算 那個1號出現的次數 那總共的話呢 算出是17次 OK 也就這麼多啦 總共 997 乘上7 大概693 裡面的話呢 裡面的話呢 1號只有17次 那可是我今天要的是機率的話 其實機率的話你可以把它除以說 除以 全部的號碼 全部號碼就693 當然你說693之外 你可以用 就是count 另外有一個函數 叫count 沒有if count的話呢 只要給範圍就好了 所以我把那個 康if的if拿掉 那第二個 豆點後面這個拿掉 意思就是說 幫我算一下 那個 這個後面這個是 指的是 開獎91裡面 總共有幾個號碼 那他幫你算完 693 除以17 基本上呢 打勾之後就是機率了 他是 0. 出現機率是0.0245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用那個萬分之多少 來 顯示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滑鼠右鍵 儲存個格式 這個地方 如果我今天要顯示是 萬分之 多少 245的話 那你可以制定一下 那如果1萬的話 你前面就是 幾個 就加幾個問號 一個 十百千萬 如果有萬 那他幫你先乘上1萬 空一格 除以 空一格1萬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格式 他會幫我怎麼樣 顯示成 萬分之 245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其實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們把它改 特別是最後 請你在這個地方按滑鼠右鍵 制定 5個問號 中間一個斜線 兩旁有空白 空白 斜線空白 1萬 OK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要做的是萬分是多少 好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向下填滿 底下的機率也算完了 那91年算完之後的話 92年怎麼算呢 其實你可以把91年的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再貼到那個92年的這邊 那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公式 91改92 91改92 因為我們剛剛的名稱 也定義了開獎92 所以呢 你把它改完之後打勾 機率也算完了 OK92年 但是格式呢 你當然 不用重做啦 我建議你用什麼 常用裡面的油漆筒 不不不 那個複製格式刷子 這個好像在那個我們的 PowerPoint裡面也有啦 他主要是 把這個格式 複製到這邊 複製一下 刷一下 然後呢 點他兩下 92年也算完了 所以91 92算完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合計 合計的話呢 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加上這個 B2加上 C2 把它向下填滿 那排名的話呢 當然我要算出來 哪一個機率最高 就是 主要是按照 合計這個範圍裡面 哪一個比較高 那當然排名 你可以插入函數 這邊的話呢 當然不是要你重新排序啦 然後看哪一個最高 而是直接你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統計裡面的函數 叫RANK R A N K R開頭的 OP 在這裡 這個函數 如果你要做排序的話 那你記得 R A N K 點 E Q 這個 那這個函數主要就是說呢 你給他的 合計結果 第二個是 在某個範圍 就是合計整個 全部裡面 幫我去比對 哪一個 然後的話呢 按確定 我們試一下 LUMBER 他的合計 在哪個範圍呢 在這邊往下選 當然你可以這樣往下選 或者是 Ctrl 整個把它選起來 記得因為等一下 我會向下填滿 所以呢 這個範圍 2 跟43 跟剛剛一樣 一定要鎖起來 那我按F4 兩下了 其實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我排名嘛 是他的 這個合計 跟整個範圍 的比較 那 ODER的話呢 如果零或省略 表示遞減 因為我希望 合計的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在遞減 遞減的話說零或省略 那我用省略好了 實際上就遞減 按確定 排出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那個 到底哪一個 機率最高呢 其實你可以看 1號的話 出現機率是34號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在 買那個 大樂透的話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去 網路上面去找 大樂透 歷史 開 開講歷史資料 我跟你講每一年的資料都有了 從第一期到最後 我找過 而且你可以怎麼樣呢 全部下載之後呢 去統計哪一個號碼 開出來機率最高 然後呢你再去 做一些分析啦 說不定你可以算出名牌 然後呢你假設了 你下課之前的希望呢 知道 9192哪一個號碼 前七名最高的 你剛好要去投入賺簽的話 那你可以 再把這個範圍裡面 找 不過你會發現不好找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Ctrl-Shift向下 做什麼呢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我希望呢 前七名顏色不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新增的規則 什麼規則呢 第二個 紫格式化包含下列儲存格 如果儲存格裡面的紫呢 假如說 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7的話 因為如果我希望前七名的話 那格式 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就給他一個什麼呢 給他一個 比如說字的顏色是紅色 字型 填滿的話呢 填滿黃色 按確定 確定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號碼馬上就出現了 有沒有 7 這個號碼 2 這個號碼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些號碼記下來喔 隨便等一下你經過那個投注戰的時候 突然想到這些號碼呢 你把它簽了 會不會就這一期的開獎 那這樣的話呢 你 人生就 充滿了希望了嘛 馬上就有億萬富翁了 OK 不要開玩笑了 但 主要當然是學習怎麼樣去計算 機率喔 我把重點提示 1 我先把 這個範圍變開獎91 這個範圍開獎92 再來就是利用兩個函數 一個是countif 算什麼呢 這個範圍裡面的 A A2就是指按鈕 那個那個號碼 幾號 再來除以什麼呢 除以他的 總共的號碼 用count就可以了 然後打過之後向下填滿 並且格式部分的話 是利用這個 5個問號 斜線加一個 1萬 其他的部分 大概這個就相加 這個用rank 細節部分呢 如果說呢 有一些漏掉的部分 請各位看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呢 也有相關的 那個 畫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是 樂透彩的那個 開獎 開獎的方式 開獎的這個 機率的 統計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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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